現在正值花蓮受封箱西瓜的出貨 採收期 品質好 價格漂亮 也引來了竊賊 在花蓮東華大橋下的西瓜田 一夜之間被偷了將近五百顆的西瓜 這也讓花農遇苦無淚 因為這些西瓜多數都已經被預定了 瓜農辛苦半年 靠的就是這一次的收成 一覺醒來看到的 卻是空蕩蕩的西瓜田 遠景們圍在西瓜旁 仔細尋找線索 這裡是花蓮東華大橋下的西瓜田 原本有將近五百顆的西瓜 不過在一夜之間全部被偷走 讓瓜農不知所措 報警尋求協助 瓜農無奈說著被偷了第二次 上次偷了三顆 這次卻是四五百顆 而這些西瓜都已經被預定了 現在因為無法交貨相當苦惱 而目前正值花蓮獸豐香西瓜的出貨 採收起瓜農辛苦半年 靠的就是這次收成 那西瓜屬於本縣重要經濟座物之一 縣值採收時期 案發後 國安局立即完成現場的財政勘查 並成立專業消除 瓜農為了加強房切還裝了鐵絲網 但竊賊木無王法直接破壞鐵絲網 入內把西瓜搬走 只留下十多顆排列整齊 還來不及帶走的大西瓜 讓瓜農看了真的是欲哭無淚 而被偷走的西瓜 以目前一斤十四元的產地價來算 一顆大西瓜大約三十斤 大約落在四百二十元左右 被偷了五百顆 就損失將近了二十一萬元以上 原金也在貨爆後 積極搜證正辦當中 華爾新聞張一鈞 劉俊南廖子萱花蓮報導